Hello 我是Fenky 今天跟大家說一下怎樣簡單做這個浪的情境 看之前記得訂閱、分享和給我一個Like 好 現在去片 首先我們今次準備這個直膠盤去做這個海浪 因為直膠做AB膠是最好的 因為起模就最方便 那我就不想浪費了 用雪條棍和保鮮紙封了一個地方一個位置 做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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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AB膠 那本身我AB膠就已經混了一些藍色的色精 就是這杯 很少的 倒下去薄薄的倒下去一層就可以了 那跟著呢 我會加一點綠色的色精 那這個就隨大家喜歡了 因為到時做出來的效果如何 那只不過呢 海水大家無論是藍藍綠綠才像的 好 簡單啦 要等它乾啦 講多樣東西在乾之前 大家找這些雪粉 其實這些雪粉模型店都買到的 滲一滲一個浪頭的位置 因為呢 你現在覺得滲了它很怎樣 不是很順眼的嘛 其實你先拌勻它 先拌勻它之後 一會兒你就知道效果的了 來心等待24個小時 來心等待24個小時 大概24個小時後呢 這塊AB膠就乾了 但是它就未硬化了 可以大家看到它很柔軟的 撕了那些保鮮紙之後呢 我們可以呢 我們可以呢 將這塊AB膠呢 作一稍為的剪裁的 那有些地方 因為始終呢 是會戒手啊 和尖的 我們可以其實呢 這個時間 屈成它什麼形都可以的 還有一些呢 還有一些呢 多餘了的膠呢 譬如漏了出來的膠 我們可以就這樣用剪刀 普通剪刀剪掉它 剪成一個波浪啊 或者你自己喜歡啊 甚至乎你自己需要的形狀都可以的 但是一定要趁它現在呢 還未硬化了 未乾透的時候 就要做這個動作了 那我們做了這個動作 之後呢 就可以將它屈成一個波浪的形狀 等它呢 再等24個小時呢 再等它硬化乾透 乾透硬了呢 我們就可以做下一步的動作了 大家看到了 那你找個普通的膠瓶 捲了它上去 用剛才那張箭底的保鮮紙 包著它就可以了 好簡單的 等它呢 能夠定了形狀 在這裡 還有呢 大家會發覺 如果我用保鮮紙 盯著它也好 那它其實它有一個淡蜜的 那我第一陣呢 就用些封箱膠紙也好 總之用你們的方法 或者用橡筋擦 我就會用些膠紙去墊著它 那它呢 總之就令到它的形狀不要變 等它再等24個小時硬化了之後 我們再做事 內心等待24個小時 大家可以看到了 24個小時之後 或者你壓得它十幾二十個小時 它出來的效果就是這樣的 基本上它的形態 就應該是一個浪的形態 那你怎樣做得它似呢 就融合了幾步 簡簡單單就做到的了 那些花紋呢大家不要理它 其實呢就是保鮮紙壓出來的花紋 那你這樣眨眼看就不像的 那等一下我做給大家看一下 怎樣可以呢 適合了一些花紋 做一些正常海浪的紋 給大家看一下 搞定了之後呢 這個這樣的弧度呢 那我們就剪裁一個 用一些透明的阿加力膠板 要來倒這個A-B膠 這個呢我就事先做了 隨便找些廢料呢 譬如平時有做開模型的呢 有些透明阿加力膠片 或者有些白色的阿加力膠板 都可以的 為什麼用透明呢 透明的時候呢 你做起來就看到 容易一點看到你做了裡面的東西 行不行啊 那最簡單啦 這些山寨工作 用兩條雪條棍呢 貼著它 貼著它呢 令到它這個形態呢 這個浪的形態呢 就一直都是這樣 那這兩條雪條棍 大家想辦法啦 怎樣固定它在一個膠板上 我就用熱溶膠 小小貼一下 不要那麼多喔 如果你落得太誇張呢 你一會兒拆帽的時候呢 這兩條木板呢 這條雪條棍呢 就拆到你頭都痛了 和好難搞的 那小小 找膠子也好 用你的方法 黏住在這裏 那就OK 沒問題的啦 我們固定了一些雪條棍之後呢 放一個浪下去呢 大家看一下 這個半製成品呢 它其實現在就是軟的喔 其實因為它是薄的嘛 所以呢 你可以呢 用你的方法 或者你自己 覺得呢 你的模型是適合 那個弧度有多少 自己衡量 這件事 好了 我們搞定了 OK啦 我們呢 再倒一些 藍色的AB膠 已經加了 下了一個色劑的了 然後再做一個底座 那把浪呢 就放上去 為什麼呢 我們做一個薄薄的底座呢 我們固定了它之後呢 那兩條雪條棍呢 就可以移走的了 到時我們做起其他的 修改的時候呢 就會方便很多了 搞定了之後呢 我們就把浪呢 放回去 半製成品 那 擺了你自己認為 深水的位置 那個弧度 那 再等24個小時 讓它乾 就可以做下一步的了 內心等待24個小時 那 現在大家看到了 已經初步定了 但是呢 我們要做多一項手續呢 就是呢 其實這些浪呢 大家有留意的話呢 浪尾 即後面的背部 它的水位是高的 所以會有高低水位的 所以我們趁未拆這個模具的時候呢 我們在後面 補多一點點AB膠下去 那麼呢 填到呢 跟浪差不多高度 那你就 又是那樣東西啦 因為水呢 就沒有一定的形態的 大家倒到認為覺得呢 像就行的了 誒 不要找條魚出來啦 又等多24個小時呢 乾了 現在是拆帽的時間 這個呢 這個就大家真的要小心 拆這些阿加利膠片呢 都不知道為什麼 沒有一次可以成功的 靚靚仔仔 這樣拆了它 那慢慢吧 耐心點 叫透明阿加利片 他就再做第二樣東西啦 千辛萬苦 就拆完了 阿加利膠了 那這個東西呢 現在呢 就很鞋手 和會起角的 尖角的 因為你這些呢 AB膠硬化了之後 就很刮手的 那這樣就需要大家拿個 磨機出來啦 打磨一些圓位 還有有些地方呢 膠擠了出來 多了這些位置 尖的呢 就要用打磨機來磨完它 才可以做第二樣的動作 今次呢 我們要用些水景膏來幫忙啦 因為大家見到呢 整個東西 AV膠的製成品出來 是很滑的 表面很滑的 根本一點都不像水的 那你一定要補一些水波紋的形態上去呢 它才會像一個海浪的 所以就要用些水景膏來弄啦 做水景膏這件事呢 又是很自由的 我首先會用一些 藍色的水景膏去打個底先 因為呢 有些地方 它AB膠是會有深淺色的出現 而且有些地方呢 透光的方 沒有透得那麼好的 還有 它做了一個底 再鋪一層白色的水景膏上去呢 看出來的效果是會比較自然一點的 但是大家也不一定會跟著做的 其實呢 白色的水景膏後面最後那隻呢 是才是最主角來的 等些藍色的水景膏乾了之後呢 我們就掃一些白色的上去 這個透明呢 其實就不是白色的透明來的 透明之後呢 我們就印上去的 不需要掃平的 印到它呢 它乾了之後呢 這隻膏呢 它就有些海浪的感覺 給大家看到的 那現在 大家看這個效果 看不可以 不是很突出的了 等它乾了之後呢 我們再看一下 其實它就已經好似的了 這隻水景膏呢 等三幾個小時就乾了 那可能光線問題大家看不清楚 但是其實這隻東西呢 現在看到呢 它的紋理呢 就開始像了 像一個海上面的海浪了 那再可以做多幾層功夫呢 它會更加像樣了 我們掃了兩三層透明的水景膏之後呢 我們又是 講來講都是那樣東西了 又是雪粉 那又是用雪粉做個海浪 可以混一些白膠漿 黏上去又可以 就這樣呢 混一些水景膏黏上去都可以 大家看到這裏呢 我就是一些水景膏黏上去 然後灑一些雪粉上去的 亦都可以 你用一個杯仔 將一些水景膏和雪粉 混合一堆 然後再掃上去 做法又見仁見智 看你認為哪個方便 還有呢 最緊要是墊桌 墊好桌 不是你那張桌就很髒的了 好啦 由於時間關係呢 最後這段呢 我就講講 怎樣再做完這些雪粉之後呢 我加什麼呢 加棉花 其實做浪啊 很多時候呢 大家都看到很多youtube 或者很多做模型的人呢 都是會用棉花做海浪的 因為海浪呢 是不規則形狀的 沒有一定的方向啊 形態的 所以我們鋪棉花上去是最似的 但怎樣做到它又似呢 那你又要細心啦 用棉花鋪了之後呢 再用水景膏慢慢掃 掃上一些海浪文出來 那你怎樣為海浪文呢 大家要參考一下其他圖片 有些人有些海浪的圖片 還有你自己現場做的時候 你覺得像不像啦 這件事就講心機啦 但是呢 記住呢 如果只是用雪粉去做呢 始終是沒有呢 加上棉花那麼像樣的 加了棉花之後 這個像真度呢 就會高了好多的啦 那我就好隨便簡單的做了個浪出來啦 那其實呢 很多地方位置 很多地方位置 我都未修飾的 那大家就不要柴台住 那只不過我是想 告訴大家 做法呢 是怎樣去做的 以及屈這個彎曲的浪 是怎樣去屈的 那其實可以做好些 就是說呢 要收兩邊位置啦 你看它兩邊呢 都是一人一殘的 那不像啦 還有頂呢 那個水位 可以 那個浪的背部的水位 可以再做高一點的 那就會比較好多啦 那如果能夠有些滑浪的人士啊 或者一些船啊 風帆的加上去就更加漂亮啦 那棉花那方面呢 就要大家用自己的心機去怎樣搞啦 因為我都很蒼絕之後 覺得做得都不太像 不過呢 趕時間 給大家看一下那個效果成效是怎樣的呢 好啦 片太長呢 又沒有人看的啦 那大家記住 覺得做得好不好呢 都記住啦 訂閱我頻道啦 分享 還有給個like我 記得按鈴鐺 下次我再做新事的時候 大家就知道啦 好啦 那今次的浪花呢 那怎麼做呢 就說完了啦 那下次再有新事的時候 再和大家聊啦 我是Fanky 下次再見 拜拜